哈囉 大家好 我是PIN 哈囉又回到我們第五人格的排位時間啦 好的 那我們昨天呢 是在我們中午時候的時候 打我們排位賽 所以遇到還滿多人機喔 那現在的話呢 是我們6點到 我們7點到9點這段期間 應該就會比較少遇到人機啦 所以我們就來打一打我們的求生者 看一下今天會不會遇到比較少人機 然後可以練一練自己的技巧啦喔喔喔喔喔喔 哇 果然在晚上排位就會特別快啊 那我們第一場的話是來到月亮河公園喔 那我們還是一樣玩我們路練師好了 那這場如果跑那麼快的話 沒有右下角的59秒等待的話 應該就有可能是我們的一般場 就不是我們人機囉 那這場的話是月亮河公園 所以對我們監管者來說的話是一場挑戰 因為月亮河公園的一張地圖是非常大的喔 那我們這場的話好像沒有人選技師 所以應該不會那麼的難搞 那我們一樣玩路練師 我們就先看一下要在哪裡放我們的棺材喔 好 那我們到的是我們月亮河公園啦 那這邊的話呢 這場的話沒有先知 沒有沒有沒有技師 不是沒有先知 沒有技師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在我們這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棺材 然後趕快遠離這邊囉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隊伍主城是一隻先知 一隻空軍一隻牛仔跟我們一隻路練師喔 那目前來說 我們的先知是在我們旁邊的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附近比較近的機器台 那路練師是比較不建議大家跟他一起修機的 因為他是孤僻男孩啊 所以基本上他是不太適合跟別人一起修機的 修機如果跟別人一起修的話 會降低15%的那個破壹速度 哇 這邊的話呢 空軍也在這邊修機 那看來我們只好到對岸去啦 這邊的話我們就把這邊的破壹機 都留給他們這些窮爹啦 好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順利走到我們的對岸來啦 那看一下我們這個 馬戲團帳篷裡面基本上都會有一台 誒 全世界都想要跟我搶機台啊 哇 看我走一大圈我就遇到我所有的隊友了 但是這邊的話呢先知是被打到一下 喔 這場的話我們監管者是紅爹血街喔 所以這邊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你看 整場沒做事已經長烏鴉啦 我的天啊 趕快找一台破壹機吧 目前來說先知已經倒地 那這邊也是有點小尷尬喔 但是 我們還是趕快找破壹機台 趕快破壹去吧 哇 這次整場沒事幹欸 哇 我們來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算是一個還滿好遛監管者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會用這個小窗戶啊 然後再用那個小窗戶翻翻招 直接把我們的監管者遛的不要不要 那這場紅爹的話感覺是會手勢類型的 那目前來說 我們還沒有修好半台機台 但是現在的話呢 因為空軍只要有人放在椅子上的話 他的那個破壹速度就減慢了 所以這邊他應該是努力的要過去 救我們的這隻先知啦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趕快把我們這台機台給破壹完畢 現在的話剛剛那個牛仔應該是已經破壹完畢 我們馬戲團裡面那一台啦 現在就等我們空軍看一下 那邊順利救我們的先知囉 好 這邊的話呢 他就順利的救到我們先知 但是先知這邊還是被我們紅爹打到一下 所以在我們的那個黃金拖困的10秒鐘之後呢 被打到一下 還是一樣會就是到時候結束那個 黃金無敵時間的話 還是會倒地喔 所以這邊的話 先知可能還是要倒地喔 那空軍的話盡可能 可能還是要逃到比較遠的地方 會比較好一點點 或是幫我們的先知開一把槍 應該也是不錯 其實這個時候呢 如果紅蝶把我們先知拿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空軍補一把槍欺 我們先知就會直接就是回復 一般的狀態就可以直接逃走了 所以看一下 空軍是不是能夠順利的擊到我們的那個紅蝶喔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紅蝶是把我們先知舉起來了 看來空軍應該不在附近 這邊我們先知二次上一隻了 但是我們這邊 哇 不是二次上一隻 是已經二階了 所以上一隻直接飛天 那看來這一場有點可惜囉 看一下 把這台修好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地窖了 所以還是可以先去看一下地窖在哪裡喔 那現在紅蝶賊賊是追到我們的空軍啦 所以就看一下空軍能不能好好把我們紅蝶賊給留在那邊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能夠破壞大概就是牛仔跟我啦 然後看一下 我剛剛好像沒有發現我們的地窖在這個半邊地圖 所以應該我們地窖是在另外一個地圖那邊喔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 還是先來把機台給破壞一下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牛仔應該在這邊破壞喔 這邊空軍是直接被打倒在地了 這邊破壞加速 看一下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有棺材 所以我們可以過去救救我們的空軍喔 應該是會一個不錯的選擇 反正我們會復活嘛 好 那我們就走過去救我們的空軍 然後順便看一下地窖在哪裡喔 好不好 順便找一下地窖 這樣待會如果大家都死光的話 我們至少還可以往地窖那邊跑 那這是空軍賊賊 不用擔心 我已經來了 那紅蝶賊賊這邊的話呢 他是比較屬於手勢派的 所以基本上不用那麼擔心 我們就趕快來先去救一下他 那要小心喔 因為之前的話大家都有看過 就是我們紅蝶如果降下來的話 他是會有降落斬的 所以這邊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點的 降落斬是很可怕的 那我們就先修好這台雞 好 這樣我們就只剩一台雞了 其實還蠻快的 那台 其實已經修好了算還蠻多的了喔 好 這邊的話呢 降落 喔 他這邊沒有用降落斬 他是直接過來了 打我啊 笨蛋 打我啊 笨蛋 打我啊 笨蛋 好 就下來了 我們幫他擋一下刀 欸 沒有 沒有 打到刀了 打到刀了 那我們盡量 就是讓他讓我們上椅子好了喔 欸 好 薄命掙扎 欸 累累累 易得打 空軍趕快走好不好 我在幫你拖時間欸 大姐 哇 尷尬 這空軍不知道在幹什麼東西 欸 你 OMG 這空軍在幹什麼東西 那牛仔這邊的話也過來應該要準備自殺了 其實我覺得這場還是有機會的 這要找到我們地窖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 感覺大家都不想要這樣子 而且 目前來說 我們的 大家都在救我們空軍 空軍 感覺就不太會逃跑啊 我的天啊 哇 這邊真的是有點大尷尬一波 其實我們剛剛那邊把他吸引這麼久 他應該就是跑遠一點點了 而且他還面對了我們這個紅蝶 所以直接被他順過去喔 那這邊 三個人都倒地了 就看一下能不能 我這邊是有志祺啊 我應該是準備自己活了吧 就不理他了好不好 不能太尷尬了 哇 這邊還是尷尬 但是 看一下地窖有可能在這個位置喔 喔 他應該是不想動我 因為他知道路練師是有關台的 OMG 太可惜了吧 這一場 直接把牛仔放在椅子上 然後我也沒有志祺了 就代表我們準備要GG死米達啦 哇 天啊 太可惜啦 OK 那我們這一場結束之後呢 我們是瞬間爬到我們三階了耶 所以代表明天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來玩我們的那個 監管者囉 基本上目前就是先把一個階 排到一個階之後呢 再把另外一個那個角色 爬到另外一個階 然後再努力往上 目前其實 我們這樣的話 因為二階好像是有一個保護啦 所以你基本上失敗的話 是不太會減分的喔 那 三階好像三階開始就會減分了 所以大家比較小心一點 其實二階到三階 其實還算是還蠻好爬的喔 那剛剛其實蠻可惜的啦 剛剛其實 如果那邊幫空軍擋到的時候 空軍有趕快逃走 或是我們牛仔要趕快繼續修計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機會的喔 不知道為什麼牛仔要過來這邊 然後送死喔 其實蠻可惜的 好 那我們第二場的話呢 選用我們比較上場的角色 也就是盲女喔 那玩的地圖是我們的紅教堂 那這邊的話 一開始先開帳一下看一下 監管者是我們的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的長長啦 拿著那個 大魚頭應該是長長沒有錯 那目前好像是走到我們這個位置來了 可能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 因為盲女一開始可以開個帳 然後可以看到監管者在哪裡 那我們就盡量要 遠離我們的監管者喔 不然其實盲女遇到監管者 真的會滿麻煩的喔 那邊小空間的話我覺得 其實也還算不錯 他可以翻個板 然後翻個窗 就可以到另外的地方了 所以 其實一個還滿好保密的一個地方喔 這邊的話 路練是被打到的 但是路練是還沒有放棺材喔 希望他趕快在這段時間 先放個棺材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其實會非常可惜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有燈燈的一聲 但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幫忙開個帳好了 好 這邊的話 我們的長長還在追我們的路練師喔 希望路練師應該有機會 來放一下我們棺材 讓他上影子之後呢 還是有機會可以從棺材裡面逃脫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路練師是被我們的長長給打擊斃了 那其實滿可惜的啦 因為他這邊沒有放棺材的話 就沒辦法利用棺材來逃脫了 但是 我覺得其實如果一開始沒有放棺材 反而會讓我們的監管者就是 不會讓他放血 其實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戰術啦 OK 我們這邊先修好一台 來看一下還沒能去抽其他台喔 然後這邊我們有夥伴打算要去救我們的路練師 其實我還是非常推薦大家一開始的話 如果能夠修機台就盡量修機台 不要太快去救夥伴喔 因為其實救夥伴的話 算是還滿容易就直接讓夥伴在二世上已知的 OK 這邊先知是順利救到我們路練師了 希望他們可以逃遠一點點囉 好 這邊的話 我們來把剛剛先知沒有破壞完的機器台 給他來破壞一下 那目前先知是動包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長長去動我們先知的話 應該是可以造成一個就是 路練師晚上椅子的那個局面 應該還算不錯 這邊的話呢 破壞道只剩下兩台了 那這邊我們的先知是倒地 那那邊看到了我們的路練師 我們先過去幫他呼呼一下 應該會不錯喔 這邊的話 調香師應該是被娃娃打到了 這邊也是滿可惜 我們先過去找一下我們的路練師幫他呼呼一下喔 哇 居然場長又走回來了 哇 現在已經是兩隻娃娃在場上囉 這邊其實 會非常尷尬 因為娃娃很多的話 就會造成一個還滿可怕的一個局面 這邊先來幫忙呼一下 唉 沒辦法呼 這邊是直接出來一隻娃娃 我覺得其實以我們這個 以我們這個視角 哇塞 娃娃一堆 哇 你幹嘛啊 我的天啊 這邊我可能也救不了我們路練師耶 哇 這波大尷尬 娃娃都在我後面啦 而且 場長如果要順過來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喔 好 這邊我們先秀一波娃娃之後呢 趕快來扶一下我們的路練師 哇 直接 場長直接過來 我們沒有發現到 哇 這一波尷尬 好厲害喔 流流流啊 我的天啊 不過這邊的話呢 先這根調香師都起來了 所以還算還可以 而且我們這邊 芒女是還有志祺的喔 而且這邊 我們的場長把我們路練師送上了那個椅子 所以基本上 他是有一個那個棺材模式的 所以還可以喔 那 目前來說的話 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上椅子囉 如果照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希望他們可以互相找到對方 然後呼呼一下應該會不錯喔 好 這邊的話就換我上椅子了 不會最後是他們三個人逃脫 然後我GG吧 那其實我們現在場上的話 非常多娃娃喔 這樣就比較小心一點點 因為娃娃就到處走 我竟然是走到那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會比較 不容易被娃娃給吸引到喔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那趕快呼呼吧 然後趕快破譯吧 好 這邊的話呢 先自製準備來救我們了 其實我還是比較希望 他們自己呼呼一下 會比較好喔 哇 感覺我又要被追了是不是 好 我們先來到我們這個 我們先來到我們這個 666小屋直接被 打倒一波 我覺得趕快 趕快去找其他人破譯 然後趕快去呼呼吧 這樣會比較容易獲勝啦 不然其實 現在整場人 呃 那個監管者人數已經超多了 因為全部都是娃娃 啊 這邊 直接二階上椅子飛天 尷尬 OMG 好 那我們最後一場的話 一樣來到我們紅教堂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我們醫生了 那 其實這一晚上基本上就遇不太到 我們的那個 就是人機了 反正其實其實我覺得 還是比較喜歡跟玩家玩喔 因為這樣才可以 練下一些技巧 那 基本上其實 而且監管者如果是玩家的話 其實那個 就是 跟著遊戲進行會變得非常快喔 像我們剛剛其實就 啊 馬上就輸了 馬上就輸了 其實就 還進行得非常快喔 那其實也可以從中學習到一些 就是大家可能的一些玩法 或是 該什麼時候去救人之類的 哇塞 居然遇到路頭 喔 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路頭了 居然遇到路頭了 我的天啊 好 那我們這場的話監管者是路頭 而且我們為什麼這場又變四醫生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要玩四醫生啊 整個莫名其妙欸 不過其實四醫生好像有 四醫生自己的一些玩法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好像就是 大家就去換椅子換椅子 然後讓他被救下來 然後趕快自己治癒這樣的感覺 好像是可以這樣打法 那我們還是一樣趕快充當一個破技衣的角色 那這場的話 路頭好像是不是手勢派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考慮一下去救他喔 但是我們一定要先把我們現在一台給他 先破完一下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場 其實算是還玩得還不錯喔 大家來說的話 因為破一了滿多台 只是單純就是因為 廠長的娃娃娃到處走喔 然後太多了 所以這樣造成一些比較麻煩的局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 廠長真的是一隻滿可怕的角色喔 好 我們這台破一完畢之後呢 我們考慮去救一下我們的那個 麗莎喔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救一下我們麗莎一聲 麗莎一聲 等我們 麗莎一燈 那現在大家應該都還是在破一當中 哇 我覺得路頭居然守在這邊 這波有點小尷尬 好 這邊躲過他的那個 勾勾 然後翻個墻 其實我剛剛是有點卡點 哇塞 你這邊瞬移了 那我們就趕快再往這邊走 哇 可是一聲這邊直接飛天 不過目前來說還算是可以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 已經破裂了兩台了 還是可以 然後這邊 哇 直接拉我 快走快走 哇 直接被勾一波 勾一波之後呢 我們就趕快來這個無敵小房間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那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用這個房間 來溜一下我們這個路頭喔 因為這個路頭感覺還算蠻喜歡勾的喔 這邊要比較小心一點點了 還在勾還在勾 哇 直接勾走 所以 他這邊預測的還蠻 蠻正確的喔 因為一般來說都會往窗子裡面跑 所以 路頭的話呢 要玩得好應該就是勾勾要準喔 那目前來說 其實我們可以讓他們兩個專心破譯 然後 先把機台破完再說 我覺得這場是可以拚一個平局的感覺喔 哇 剛剛那一波真的是蠻可惜的 這邊直接一個 雖然前面閃的還不錯啦 但是 他真的是直接勾到 勾到準喔 而且真的是消耗太多時間了 蠻可惜的 OK 這邊還有一隻醫生 但是我覺得 他應該也要中我們勾勾的那個 勾勾的考驗了喔 這邊蠻可惜的 然後這邊的話 又要準備勾了 好險 我要趕快逃到教堂裡面 不讓你勾 哇 尷尬一波啊 我的天啊 勾勾神聖又要開始了嗎 趕快走喔 趕快走 趕往旁邊走 這邊只剩一台機了 但是 哇 破譯教授加速 趕快幫我擋一下 你是誰 醫生 哇 這邊又是被打倒在地喔 我覺得 應該是有機會趕快專心破譯 然後讓他們兩隻逃走 我覺得其實 晚上玩 真的玩牌位是蠻嗨的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晚上玩牌位 因為 基本上很多很強的人 都會在這邊出現喔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至少比人機好玩多了喔 而且可以聯繫到一些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閃啊 或是什麼時候一些小技巧 而且 從我們一些就是 從這邊拍的一些影片來看的話 就可以從中 然後去找自己的一些失誤 然後從中學習 就會比較容易讓自己更進步喔 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方法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應該是要飛天了 來看一下他們是不是 是不是能夠順利逃脫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機會的喔 而且這隻鹿頭的話 真的還蠻厲害的 其實鹿頭玩法大概就是 鉤子要準 基本上就是它是贏一半啦 因為基本上它鉤子勾過來的話 再加上打擊的話 這樣等於是就是兩下打喔 就是它勾過來算一次攻擊 然後打一下算一次攻擊的樣子 我記得到後期的話 好像是這樣子喔 來看一下他們有沒有順利逃走 這邊我們的中山林一城 是受了一點傷害 那另外一隻醫生應該在破譯 加油喔 趕快破譯喔 直接跳到我們地下室來 然後來讓自己治療 其實還算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在努力破譯 可是被我們路頭發現了 哇 你還不走 哇 直接打一個恐懼震撤 看來這場的話 應該是有點要走地窖的感覺囉 這邊的話看一下我們林一城 這邊還在繼續破譯 我們這台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考慮走地窖走 應該會比較方便 要不然其實這樣 要去救人 然後又開了一刀 然後開大門 其實這樣的話 會蠻有風險的喔 好 這邊的話我覺得林一城 應該也是想要走地窖的感覺囉 應該是 還行還行的感覺 OK 這邊應該是去找地窖囉 那這場的話地窖會在哪裡呢 感覺林一城應該是有看過位置的 那這邊的話沒有地窖 基本上我們的那個洪教堂地窖 有剛剛就是剛剛那個位置 還有我們就是這個前面右邊的那個 位置 再加上我們最左邊那個 機台旁邊的一個位置喔 所以基本上這三個地方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不知道在哪裡了 我記得就是這三個位置 會比較重點出現我們的地窖喔 哇 這邊路頭 喔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希望是沒有看到喔 這邊的話 搞不好還有機會可以救一下我們一生 但是如果這邊兩隻救下來的話 其實要兩隻獲勝會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基本上如果 監管者有帶一個那個一刀斬的話 其實兩隻要逃走的話 不是那麼簡單喔 可是這邊還是可以先救一下夥伴 兩個人一起 還是比較能夠做多一點事情的 那 看來這個的話呢 我們這一次地窖應該就在這附近了 會 就是在這個地方喔 基本上 我們的地窖就是在這三處啦 如果洪教堂的話 就是在這三個地方 我比較熟洪教堂 那其他地圖的話 可能還要再慢慢看囉 好 看來 其實我們的那個 醫生把我們的那個柚子斗救下來 然後讓他在上椅子 是比較讓他就是更快死亡 然後他就可以從地窖逃走喔 其實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喔 這邊把牆給推掉囉 那我們洪教堂這個是可以把牆給推掉 就讓大家可以更多的地方 可以那個翻牆喔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 醫生是被打倒在地的 看起來應該是 上椅子就要直接就是死亡了 所以他應該是可以 凌晨應該是可以準備 就是直接 到我們的那個地窖囉 還是我覺得路頭 他也是製造地窖在這附近 所以他就 把人放到那邊喔 哇 有夠壞 看來這場的話 應該也是 大勢已去的感覺 他這邊的話呢 他不讓醫生就是直接上椅子的話 就是不會讓我們 這次醫生可以直接從地窖跑走 算是一個還蠻 穩定的一個方法啦 因為 聽說我們監管者 如果把別人放走的話 其實會扣分的喔 所以 基本上還是比較太長 就是放人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一個閃線 再加上一個打擊 直接造成我們醫生一點的傷害喔 好 那另外一隻醫生的話 是有自啟的 所以還算是不錯喔 但是這邊的話 又被我們的 路頭給勾中了 我們幼子斗 這邊的話又被勾中 然後我們路頭是準備 又來用我們的靈異層 這邊的話應該是要倒地的感覺 應該是可能沒有辦法撐多久了 這邊一個666再6 好 直接雙方倒地喔 那 這邊的話我覺得這隻路頭還算蠻厲害 至少勾得很精準啦 哇塞 真是 流流流啊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排位賽就打到這邊了 基本上我們求生者已經三階 所以接下來的話 應該會先爬我們的監管者 所以你想要看哲平 玩哪一些監管者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其實我覺得 玩上爬階 雖然很容易輸 但是 可以遇到一些 就是比較有一些操作技巧的人 其實還算是不錯 可以學習更多的一些技巧 其實 我覺得輸不是一個重點喔 至少是你有沒有從 輸學到一些就是 進步的東西 讓自己就是玩得更厲害一點 這是比較重要的地方囉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就喜歡哲平頻道開來的訂閱喔 讓你喜歡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麼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